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 曾经出现过近百个王朝 而其他大大小小的政权更是不计其数 无论是王朝也好 还是临时兴起的新兴政权也罢 他们都有着自己的目标 以及所属的民族 虽然说大多数的时候 中原王朝的政权都是由汉人建立的 但是也存在一些特殊的王朝 是由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 而这些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政权 也是同样的十分强大 鲜卑的北魏政权 女贞的金国等等 今天要说的是契丹族人建立起来的辽国 不过让人疑惑的是 辽国在灭亡之后 多达一百五十万人的契丹人 却人间蒸发 那这些人都去了哪里呢 对于这一谜题 一封信件揭晓了最终的答案 契丹族本是曾经鲜卑族的一个分支 随着鲜卑族不断分裂成不同大小的政权和部落 契丹族也从中脱离出来 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少数民族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契丹族都盘踞在北方的内蒙古以及东北地区 过着游牧民族的生活 而随着本身部落的发展壮大 不断吞并周边的小的部落 契丹族也开始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政权 而这个政权就是后来的辽国政权 建立辽国的正式辽太祖耶律阿宝基 作为部落的首领 他天生有着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政治头脑 带领自己的族人征战死坊 开拓疆土 无论是周边的小的部落 还是远处其他的少数民族 面对强大的契丹族 也都不得不俯首称臣 在辽国最为强盛的时期 即便是拥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宋朝 也对其畏惧不已 甚至为了自保 不惜与辽国签订协议 割地赔款的屈辱条约 这也从侧面让我们认识到了 契丹族在当时是多么的强大存在 不过可惜的是啊 辽国继任的皇帝是一代不如一代 或许是自认为本身国家实力足够强大 任谁也不敢招惹 也或许是随着自身的发展壮大 当时的辽国统治者也开始沉浸在安逸和享乐的生活当中 这导致辽国内部的官僚体系越来越腐败 而这种情况的出现 也导致当时天下的局势渐渐发生了变化 辽国的统治地位也逐渐走向没落 取而代之的并不是我们以为的北宋 而是后继之秀 金国 在曾经辽国鼎盛的时期 为了开拓疆土 扩大自己的统治范围 不断向周边的少数民族施压 逼迫他们向自己臣服 在众多的部落势力之中 就有女真族 也就是后来满清所属的民族 为了反抗压迫 保护自己民族的权益 女真首领完颜阿古达 带领自己的族人 先后吞并周边的部落势力 她的崛起和辽国的崛起极为相似 而女真铁骑的威名 也在这一时期名震四方 甚至传出来一句话 女真不满万 满万则无敌 凭借着自身强大的军事实力 女真族也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政权 虽然说此时的金国尚未发展成熟 只是一个刚刚崛起的国家 但是无论对辽国还是北宋来说 这样一个新兴的政权 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隐患 要想铲除这部分势力 对于双方来说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先不说女真军队的强大 他们本身作为游牧民族 就天生骁勇善战 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 这一点对于曾经同为游牧民族的契丹族来说 最熟悉不过了 正因为如此 辽国要比北宋更加害怕金国崛起 他可不想自己的统治地位 被这样一个新兴的政权所取代 所以辽国在对北宋施加压力的同时 也想方设法押住女真族的发展 可让辽国没有想到的是 在他的强力施压下 这两方势力竟然走向了结盟 当时的金国统治者以及北宋的统治者知道 单靠一方势力去对抗强大的辽国 必然是没有胜算的 但是要是两方合力前后夹击的话 那么推翻辽国的可能性就大了很多 于是在后来两方势力达成了暂时的战略联盟 金国父则从背面偷袭 而北宋则从正面迎战 此时的辽国面对两方势力突如其来的袭击 被打得措不及守 即便本身有着百余年的积累 但是奈何本身的军事实力 早就已经不如从前那般强大 面对这种父辈受敌的局面 终究还是走向了灭亡 随着国家的灭亡 辽国的百姓也遭受着战争的苦难 尤其是面临着金国无情的杀戮 或许是因为这些女真族被契丹族人一直压制着 心中留着几代人的愤恨 也可能是为了斩草除根 避免契丹族东山再起 这才选择了赶尽杀绝 无论是出于哪种原因 总之契丹族人遭到了极为残忍的清算和追杀 当时不少契丹族人都成为了女真族的刀下亡魂 而在此次事件之后 金国借此机会吞并了辽国的疆土 成为势力最为强大的北方政权 再后来就是攻打北宋 吞并中原的领土 建立元朝 可能很多人将更多的注意力 放在了这件事情上面 从而忽略了曾经强大的契丹族 在这场战争之后 究竟何去何从 要知道在辽国建立之后 契丹族人不断地发展壮大 繁衍后代 在辽国末年的时候 契丹族人大概有150万左右 可在国家灭亡之后 这数以百万的契丹人 却仿佛人间蒸发了一般 再也没有了踪迹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 至今仍然是一个谜题 就算是当时的女真族大开杀戒 也不至于将契丹族人 全部屠杀殆尽 总会有侥幸存活下来的契丹族人 那为什么至今却找不着呢 正当史学家 为这一问题苦恼 并深入研究之时 收到了一封 来自于名叫做 加奥拉·丘志德 寄来的信 他声称自己的族人 就是契丹族人的后裔 而他现在所处的民族 则是我国少数民族中的达沃尔族 根据族上的一些技术 以及本民族的发展历程 他发现 自己的民族 曾经和契丹族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无论是民族习俗 还是老一辈所流传下来的语言 都和史书上所记载的 契丹族颇为相似 对于这一说法 当时的专家学者 也进行了研究和对比 并且还提取了 达沃尔人的DNA 与古代的契丹人的DNA 进行分析对比 根据实验报告显示 两者有着 较为相似的基因组成特点 这就意味着 我国的少数民族 达沃尔族 的确是与曾经的契丹族 有着一定的血缘关系 接下来说 古代最强大的五个少数民族 如今四个已经消失 仅剩一个还在中国的西北 说到历史上一些悲惨的事情 五湖乱华不得不说 当年的五湖乱华 汉人被大色的屠杀 妇女更比奴隶都不如 那么五湖的结局又是如何呢 什么是五湖呢 估计很多人都会有一种 精熟的感觉 五湖是指匈奴 鲜卑 杰 滴 枪 这五个少数民族 趁中原八王之乱时期 衰弱之际 陆续建立起北方政权 而造成与南方汉人政权对峙 两晋南北朝时期 随着近视的衰落与南迁 原居住在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 纷纷南下 与汉族比邻 并向后建立起了 五粮 四燕 三秦 二兆 大夏等 十五个北方政权 和一个西南政权成汉 由于这些政权主要是由 匈奴 鲜卑 杰 低 枪 五个少数民族所建 史称五湖十六国 如此凶霸之气势 再看看他们都是什么结局 随唐以来 匈奴逐渐融合于其他民族之中 不复见于记载 结为近人对杂胡的犯称 公元319年首领石乐建立后兆 石乐死后 其帝石虎夺得王位 残暴统治 引起宗室相征 石虎死后 部署被厚照灭亡 鲜卑源于先秦时期的东湖 最初活跃于中原的是以 慕容鲜卑为代表的东部鲜卑 北魏分裂以后 鲜卑族逐渐地消失 大部分的族人 融合于汉族之中 而少部分则融进了西和契丹 低族渊源于先秦时期的西戎 秦汉时期 汉化程度已经很高 唯有服装 昏丧仍保持着旧有西族 随唐以后 低族已不复见于记载 融合于各个民族之中 那么只剩下羌族了 羌族到底现在在什么地方呢 这其中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羌族是五湖中唯一一个 没有完全消失的一族 羌源源于先秦时期的西戎 羌族虽然逐步向西和南面迁徙 但仍有相当数量的部族 居于和黄一带 称为西羌 汉晋时期 中央王朝对西羌采取威逼政策 致使西羌多次爆发反汉起义 西迁于天山南路的羌 称为弱羌 自立为王 疆域相当广阔 曾经协助汉朝对抗匈奴 前秦崩溃以后呢 西羌首领姚长在长安建立后秦 势力强盛之时 东至河洛 西及关隆 后秦被东晋灭后 羌人仍然长期活跃在中国西北一带 在前秦崩溃覆灭时 西羌首领姚长在长安称帝 建立后秦 统治了中原数十载 直至417年被东晋击败 最终退出中原 但也有一部分羌族人传承下来 所以如今还是羌人生活在中国西北一带 不过在汉化的同时呢 其实汉族也多少有受胡人文化的影响 推行民族融合政策 所以历史上也才会有了随唐文化的再度复兴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